雙湯20位 重新來過 就是下星期一 是嗎? 有人問 現在重新啟動IPO 會不會股值會打折 還有是不是都不抽好呢? 它暫時好像沒有縮 沒有縮過規模 好像照樣和之前一樣 所以當然這個我想要再看確實的公佈 我自己看的消息 應該好像它沒有想縮過規模 因為好像觀眾說以往都是的 有時候不上著或者問題上不了 好像之後再上 很多時候都會剪刀的 就是小一點 集少一點 目的是想令到容易上了 但是這次它暫時就沒有這個因素 你可以從兩個角度解讀的 如果真的不縮的話 也對自己有信心 而你可能真的不是太擔心 那些什麼美國制裁的因素 所以這個又不是一個 不一定是一個負面因素 就是好看大家怎麼擺位 但是你說抽不抽的話 我覺得可以等它上市後才買 其實我覺得它業務其實是OK的 AI這些方面其實 甚至它現在香港公司來說 其實它的競爭力是很強的 但是始終我想可以上市後買的地方 就是一來就算我當你IPO回來之後 它初段是有升也好 現在所有新股都不是那些很急升的 就是你不會怕上市後買 賣位於5成那麼多的 不是以前那種 即是怕酒收失了 那時候要被迫著才叫做臭事 但是我比起你現在初段 頭一兩天升可能都是得成嶺 其實你還是買高了一點 但是你可以買到一個安心 就是因為你不知道 IPO真的回來的第一點反應 而且始終現在整個市況 那個氣氛不是特別強的 你的IPO都不會特別旺長的 爛炒起來了 所以我想如果真的看好業務面的話 即是看好中場線的話 寧願是上市後 可能初段 看它不是升太多的 或者是貼買IPO價的 那些位置才買會比較好一點